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夏松报道 李强负面传闻不断,中南海被指暗流汹涌 近期,中共总理李强的负面消息不断出现 最新的消息是,路透社3月12日引用知情人士透露 在3月底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李强不打算与来访的外国首席执行官举行会晤 此前,中共当局3月4日吴玉景取消了延续30年的两会后总理记者会 而去年9月底,李强家庭财产被曝光 妻女的负面消息被公诸于世 去年10月上旬,中共工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七常委唯独李强缺席等等 分析指,当中共违反惯例的事情频频发生时 表明中南海内部暗流汹涌,内斗激烈 外媒,李强恐怖与全球CEO会面 据路透社3月12日消息,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在3月底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中共总理李强不打算与来访的外国首席执行官举行会晤 2000年以来,该论论坛每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 传统上是全球企业首席执行官和中共政策制定者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机会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即是中共总理与企业代表们的会议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和桥水咨询公司创办人瑞、达里欧都是论坛常客 消息人士称,虽然李强仍计划参加今年3月24日至25日的论坛活动 但不会如往年那样会见境外代表 不过,论坛的计划仍在敲定中,可能会有变动 据中共外交部去年3月发布的声明 李强去年上任总理后不久 便在北京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的境外代表 并同他们座谈,时任外交部长秦刚也一同参加会见 之前,时任总理李克强在2021年也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境外代表 李强的两会总理记者会突遭取消 3月4日,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楼勤简表示 取消人大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 如无特殊情况,李强任内的剩下几年也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李强的任期将于2028年结束 《华尔街日报》6日撰文说 这一决定凸显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如何让一个黑箱政治体制变得更加不透明 同时也阻碍了外国政府和企业了解中国经济管理策略 此举降低一名高级副手的能见度 法国《世界报》新任北京通讯员哈罗德 蒂博5日发文表示 记者会的被取消 让人觉得李强不再是真的二号人物 而是习近平思想的一位执行者 李强妻女曾被暴贪腐 去年9月下旬 网络爆出李强妻女详细信息及其政伤关系 爆料内容非常丰富 比如李强妻女利用权力关系 仅在马云的蚂蚁集团就拥有股权500多亿人民币 家产至少八九百亿 李强女儿李颖是习近平干女儿 但习近平并不完全信任李强 原因是李强的妻子林环与马云走得太近 而马云有江泽民家族的背景等等 分析蔡奇vs李强中南海暗流汹涌 李强上任一年来负面消息频传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分析指 当中共违反惯例的事情频频发生时 通常表明中南海内部暗流汹涌内斗激烈 他表示目前党魁习近平之下大致分为两个派系 一个是李强为主主管经济的浙江帮 一个是蔡奇为主主管党务的福建邦 李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权力被夺走 负面消息不断 受益人表面看似党魁习近平 实则蔡奇也会受益 随着李强权力的减少 必定意味着蔡奇权力的相对扩大 大纪元从可靠的渠道得到消息 习近平真的相信预言 很怕死 预言里有拿着弓箭射的图片 他认为跟火箭是对应的 所以他把火箭军都撤了 抓起来 这是主要原因 预言书推背途中以指向习被暗杀的一句 是有意军人申代公 被解读为日后不利于习的人 姓名中代公字 李林一认为 李强名字中代公 会遭到习的猜忌 这也是现在蔡奇派系 全是较大原因之一 但这样也容易引发习手下 其他派系的嫉妒和不满 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权斗 蔡奇下场会有如毛时代的林彪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申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申又有 生晒申 白申 红申等 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申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申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申含有34种 人申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申和三七申 另外 人申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申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生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申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申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生中的人申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生的6倍多 是白生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